咱们来看看这两个短筹码 他俩一共加在一起才多少筹码量啊 才不到450万的筹码量 435万 还没有丹尼堂的零头多呢 这两个第二第三名打起来了 筹码量的第二第三名 非常短的筹码 丹尼堂真的是运气好啊 把筹码量先在拳击中到自己手里了 来看翻牌吧 36对64的胜率 来看翻牌 哇这个牌面好试 6789吗 6789 哇这么老多出路吗 胜率反而现在升到了47 无限多的出路 草花都没有草花 来看盒牌 哦这是K啊 对方击中了K一对 现在只能去买上下顺的 来看盒牌 有没有5 或者是10 盒牌 我真的是5 草花5 哇这AK拿到AK被淘汰出局了 这个翻牌 这个AK看见这翻牌 哇哇的凉 我也是心里啊 对方出路太多了 这个人还是很高兴的 那咱们最后看看两个人的单挑啊 但那堂的筹码量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 筹码量1635万 哦对485万 刚才算错了吗 算了435万 他就这么大了 玩第一名的奖金有160万美金 可以说第一名 这个奖金真的是非常高 平尻 赛克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 两个人单挑的第一手牌 翻牌Q5A 丹尼唐击中5一对 勾七 哦丹尼唐在说什么吗 丹尼唐过 丹尼唐话很多 是吧 他可能这里边这个巴西选手 我觉得你中牌了 你可能不会说这么多的话 怕暴露自己中牌 你可能中张A 你会想怎么打价值 是吧 对方可能觉得你这么一说话 没有强牌 他偷一强 丹尼唐这里边是五一对啊 选择尻一强 当然这是我想的 我想啊 丹尼唐可能一般中大牌的时候 他不会那么放松的去输啊 哦这张Q对丹尼唐非常有利啊 这张Q降低了对方有Q的可能性 反而翻牌前又是一个平尻底持 其实从翻牌前平尻尔而言 对方也不太容易有A啊 有张A很容易骑瑞斯 所以这个牌面整体上就不太适合投机 那张Q发出来之后对投机的人很不利 他带个镯子 盒牌一张四 感觉要是check check了 这里边也没啥 转牌都没偷 盒牌突然偷一下 也很奇怪啊 你卖冒着这种 俩花俩方片的面 在这上有一些顺子 然后你中牌了 转牌不打 盒牌在打表示有牌 这个故事不合理啊 应该是check check了 这里边偷牌 你不好演自己有什么牌啊 不好讲故事 哦他这里边也没有偷是吧 那丹尼唐上来先收一个125万筹码的底持 旁边都是在为丹尼唐的亲友团啊 丹尼唐这手牌拿到了很好的A钩 要骑瑞斯吗 选择平尻啊 拿到弱牌也平尻 拿到强牌也平尻 想藏一下这手强牌 咱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是998 两张方片 6-3 买花 对6-3比较好的翻牌面啊 但6-3没有位置 丹尼唐也要check吗 这牌相关性还是比较强的 check一枪啊 转牌 结果就发出一张方片 6变成了 同花买同花顺 56789的同花顺 6-3要不要打 要打了 再发出一张方片 对他也不是很友好 除非是方片期 下周25 大金堂这里边想 对方是不是这里边 有很多的半头机 买顺买花的半头机会这么做 他觉得你很有可能是半头机啊 A狗选择call一枪 合牌是什么 无关的 草花二 那这个时候的同花还是非常强的 对方也没有表现出 有什么89啊 59的葫芦 这种大牌 这位巴西选手会怎么做呢 这里边不出意外 是一个中注 把范围打击段化 严买牌失败 转头机 215万的超中注 接近于两倍低时的下注 在丹尼堂看来兄弟也忒猛了 丹尼堂在观察他是不是买牌失败 你是不是买牌失败跟我拼了 气掉啊 丹尼堂还是缝掉 这位巴西 排手的亲友团 丹尼堂的比有些 单薄了点啊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啊 这手牌稍微有一些意外 看着 咱们仔细来看看这手牌 发生什么情况 丹尼堂拿到A5 很不错的手牌 对方是25 是一般的手牌 来看看啊 前面这位巴西选手赢得了两个底池啊 筹码追回来一些 丹尼堂这里边是Cow 这位巴西选手 这牌也不能起瑞斯是吧 很差的牌 25杂色 一个check 咱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翻牌啊 337ABB面 一个大家很不容易击中的牌面 来看转牌 哦 没过呢 我以为丹尼堂过了 刚过 转牌发了一张4 丹尼堂 345 买2的顺子 34567 他也买6的顺子 25这里边呢 2345 他也买上下顺子 两个人全是买上下顺子 这里边感觉有人要偷鸡了 两个人都买上下顺子 不可能没人动吧 25率先偷鸡啊 这个牌面 你要说接近盲住位 也很正常是吧 不过这是两个人单挑啊 27万5000 这范围还是更偏向于盲住位 瑞斯 会不会瑞斯啊 这英文解说 瑞斯黑尔 会不会在这里瑞斯 没有瑞斯啊 丹尼堂选择尻 结果合牌发出了一张2 丹尼堂击中了 12345的顺子 这里边是单挑 这是非常大的牌啊 12345的顺子 25这里边 他也击中了一定他的牌 但是是一个底对 但是是一个底对 他这个牌过 有点怕对方下注 要不下个阻止住 哦 还是过牌啊 他下注也有点尴尬 说实在的下注 要被人瑞斯了 他也有点难受 就他这牌有点怕别人下注 丹尼堂这里边 肯定要打的自己是顺子 两个人单挑 击中了12345的顺子 丹尼堂会打多少呢 会不会像前面这样的巴西选手 打一个超池 应该也是一个中注 下多少不好说 打一个啊 差不多超池是吗 满池左右的下注 这里边25 25这个时候就有点难受啊 其实咱们就看出来了 他买牌 偷鸡转中二 这个二有点弱 面对别人的中注 他会有些难受 已经转牌 他下注别人尻了 结果他这里边 做了一个很激进的行为啊 这位巴西选手 就是这里边 他觉得丹尼堂 有不小的概率是在偷鸡 但是又有可能落后 他又落后于丹尼堂 他觉得这手牌很棘手 他觉得最好的办法 是他欧猎 丹尼堂如果中盾四 中盾七 他这个凹鸡转都有可能 给丹尼堂打跑 就是这么发生的 我想他们这两手牌 怎么这回打到这种程度 我一看 稍微有点特别啊 我看这时候 咱们仔细看看 是这么发生的这种情况 那这个丹尼堂会输葫芦是吧 你要说对方有葫芦 他也不是没有这个概率啊 首先那是一个平考底持 平考底持他可能是任意的范围 对方转牌打起来 但有可能他翻牌中个三条三 他藏一枪 是吧 他手里边有可能是什么 三七 三四 三二的 有可能是这种牌 这里边就看一个概率学了 还有丹尼堂现在对方的观察 对方是不是大牌 说实在的 对方是三条三 也有可能这么打的 比如对方是什么三十 三八 三条三 他也会这么打的 因为你单挑 击中三条也很大 包括还有一些超队啊 或者是A7的顶队 八八九九这样的队的 也说不定会这么打 他认为自己是领先的 会这么打 反正这里边还赢一些偷鸡啊 转牌还是有不少买花买顺的 这里边光赢也赢很多牌 其实这手牌很难 很难缝啊 而且丹尼堂有这么多的筹码量 这手牌 说实在的不太容易缝啊 对方的故事也是合理的是吧 但是总体而言综合考虑 这里边很难缝啊 丹尼堂选择call 那丹尼堂就以 一二三四五的顺子 获得了这个六万美金 报名比赛 最后的冠军 丹尼堂非常激动啊 唐宋元明清的唐哥 获得了传奇博客八月份 这个六万美金报名的八人桌比赛的冠军 这个比赛冠军奖金是 哦 法国赌神上来和丹尼堂拥抱啊 法国赌神大牌也挺凶的 一百六十万美金的冠军奖金啊 丹尼堂再次夺冠 我记得前面有段时间 有个什么比赛 好像丹尼堂也夺冠了 丹尼堂最近的运势还是不错的 然后咱们最后看一看颁奖吧 颁这个传奇不快的奖杯 丹尼堂以A5这手牌 获得最后的冠军